嗨各位我是錦川一 哇好久沒做的聽說系列啊 Disney Plus不曉得各位都訂閱了沒有 我自己是台灣一上就馬上訂閱已經當忠實用戶好一段時間了 不過你們知道Disney Plus其實也有上架很多日本製作的作品嗎? 真人影集就不用講重點是動畫 是的你在Disney Plus上也是能追動畫的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我個人私心推薦的5部Disney Plus的必追強作 每一部的類型我都有刻意挑非常不同的 希望能帶給所有觀眾一個真的有用且有趣的片單啊 好那例行宣告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類排解你缺番荒的優質補番節目 恳請使用超級感謝支持本頻道做更多相關的內容 如果你想要找能討論Disney Plus上好看作品的動漫同好 也歡迎你加入錦川一專屬Discord群 錦川你的大腦成為腦工作細胞的一份子哦 OK321我們開始 很多人在今年十大的影片底下問我 欸怎麼可以沒有夏日時光 嗯這就是原因 夏日時光是天中盡規 在Jump Plus上連載的懸疑漫畫 動畫由OLM製作 重點海外是由Disney Plus獨佔播出 講述花江下樹 開完計程車後 馬上趕低班的船回老家 一座海島上的無名小鎮參加青梅竹馬的喪禮 卻沒想到被捲入了神秘的影子連環殺人事件之中 本作為相當經典的輪迴題材哦 頗有寒蟬石頭們 這類懸疑文字AVG的味道 主角必須靠著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回歸 尋找隱藏在島民間的線索 進而抽絲剝繭揭露青梅竹馬過世的真相 尤其是那個夏天加性感女特務的設定 讓我一整個夢回命運時之門 我得說這類作品很容易讓人覺得很雜 畢竟更是文字遊戲嘛 一開始總是會把一堆角色跟設定一口氣砸到你的臉上 不過夏日時光的優點在於說 他鋪成跟回收線索的那個節奏分配的將將好 通常到下一話上一話的一些小疑問就被解開了 但同時也埋下了新的疑點啊 重點是主角本身具備的解謎能力也是很高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既會有 哦原來這裡是這個樣子啊的迷你滿足感 也能看到主角與兇手雙方不斷交鋒 而不是只有我方一直被玩弄在手掌心的刺激感 哦對 如果你喜歡方言 黑皮 還穿條紋胖刺的青純系妹妹 那 夏日時光歡迎你一鍵前往Disney Plus開始收看 雖然指數4.5顆星 第二部 黑岩射手Downfall 好吧 我一講這個名字 你腦海就有旋律想起來的 那我得說 你我年紀一刀不輕了吼 當年黑岩射手這個由命運時之門人社Hukke繪製的一個角色 被Supercell的6上次拿來編寫了一首同名歌曲 結果一炮而紅 並讀式地蔓延出一堆衍生創作 從同仁圖到新角色 到劇本甚至是電玩與動畫 由於角色本身誕生的性質啊 黑岩射手改編的動畫有一個很神奇的規則 它是沒有任何界限的 對 沒錯 你愛怎麼寫都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兩部黑岩射手動畫題材劇情都完全不一樣 像10年前的第一部啊 就是類似小緣奇彈物語的少女心理戰鬥片 而Downfall呢 則是86風格的SF末世題材 根本八竿子打不著 有沒有 就連聲優也是全員替換的 不過這兩部 唯一的共通點啊 就是 都是百合大片啊 是的 動畫第四五話爆摔的過激發炎橋段 大概是我看Downfall最清醒的時候吼 而且重點是你可以聽到 早見殺之用非常色氣的語氣說出如 之類紅標確定的問題發炎 看到這種東西在D Plus上啊 真的是 讓我對死士3的取度更加放心了 有沒有 暫且不論Downfall是否強過10年前的第一季 畢竟那個第一季可是集結了諸如鋼田 魔力 金絲羊織之類的怪物 尤其是金絲主導的3D戰鬥 過了10年依舊不減其魄力啊 但如果你今天也想體驗這部堪稱同人其妻的動畫 睽違10年的續篇 就請到Disney Plus上欣賞黑人射手Downfall推薦指數2.5顆星 最近動畫才剛播完上半季的SpyFamily間諜家家角準備要進入一季的緩衝期啦 本作V世紀2020的咒術迴戰以來最大的出圈作啊 靠著女兒的演藝名還有媽媽的Cosplay霸占了整個動畫討論度的龍頭 那10月開播的下半季又會演什麼呢 嗯 先說這一塊我不是說很有把握喔 因為 因為我原本一直是猜他們會做約爾的屁股被子彈打中那一集 然後接阿娘第一次拿到星星來收尾的 片尾片段的話可能就放狗狗的第一次出場這樣 可是約爾屁股那話被跳過 使得企鵝鬼變成最後一集 一個開頭花一堆時間重講一次故事大綱的最後一集 摸著良心講我個人是感覺 這放在下半季的開頭會比較好啦 但 不管下半季的一大重點 絕對是新的家庭成員狗狗的加入 而這我會說是讓原作的有趣度再往上一層樓的一大關鍵 你們知道 我不會直接劇透後面的劇情喔 但簡略一點來說就是 獲得了作技跟能力擴展的阿妮啊 今後會越來越常在主線扮演主動作事的角色 很有那種小小孩出大任務的感覺非常可愛也非常刺激阿 間諜加9推薦之數 5顆星 第四部青之蘆維 這部偏可惜是四月討論度比較低的作品 但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啦 畢竟你看這個畫面真的是屬於比較沒亮點的那一群吼 只是我得說等我真的看進去之後 這一部大概是今年所有作品中最讓我莫名感到驚艷的 首先我要強調青之蘆維真的就跟你在畫面上看到的一樣阿 就是一部土味非常強的傳統運動番 你看看這放眼望去一張又一張的菜脯臉 竟然還有兩顆飛機頭 誒說好的彩虹戰隊奇蹟的世代呢 這怕不是什麼20年前老漫畫改編的吧 但沒有原作是2015年開始連載的作品 劇情也是梗直的你看3秒就知道要演什麼 主角來自鄉下被一個以前很厲害但現在退休的教練相仲 被找去參加選拔賽突破重重困難挑戰世界的故事 不過正是因為這樣古早逼的風格啊 反倒讓我想起早年看動畫的感覺 那精簡不過度膨脹的設定 那自然流動的節奏以及那簡單但依舊觸及人心的劇情 像主角跟他家人的情感描繪啊 就是我覺得標準的不多不少將將好夠改人的類型 重點是喔 以我這個看足球已經習慣看到空中火焰迴旋的人來說 青之爐為主要著重在隊伍間的配合站位 還有振興等等比較寫實的東西 看起來是真的莫名的新鮮啊 青之爐為推演指數4顆星 用了三季約4年的時間 輝夜大小姐想讓人告白 建立起了戀愛作品的全新標準 2019年誰能想到當初那個看似無厘頭的戀愛頭腦戰 能這麼好看啊 我頻道也做了好幾部影片 所以我對這個系列是真愛相信各位都感受得到喔 輝夜大小姐劇情用不著我多詳細的解釋嘛 輝夜喜歡白銀 白銀喜歡輝夜兩邊都拉不下臉告白 所以每天各種挖洞色局 想辦法讓對方跟自己表明心意 本作大手比到不像是一部戀愛翻 該有水準的作畫 加上動畫組無限的創意 最終創造出的就是輝夜那令人目不暇己的有趣連環轟炸 對 輝夜要我用最直觀的方式形容 那他就是一部看著很有趣的動畫 我舉第11話我個人最喜歡的段落當例子啊 這段主要角色都一一從白銀跟輝夜身邊擦肩而過 時尚像行屍走肉一般的出現 這時畫面突然變成早期惡靈古堡那種 固定視角分割地圖解析度超低的風格 重點是輝夜的這一個對牆的無限衝刺 讓電玩老司機瞬間夢迴那個還沒碰牆動畫年代啊有沒有 這段的殭屍元素呢就完全是A1原創的 接著是怡景野被一個畫風完全不一樣的橄欖球胸櫃用面掉走 A1同樣加了這一個4比3復古風的拋球畫面 直接呼應了第二季的這一段 一景野的腦內小劇場 凶貴是有但特寫是家的 最後漫畫裡面的路人樂團也變成了早版跟他朋友的演唱會 呼應第一季的 還順道宣傳了下花手有美麗的角色哥 簡直一石二鳥啊 這幾個段落說真的你就算正常做 觀眾也不會有任何怨言 可是他們還是盡可能的讓每一個畫面具有一層兩層甚至三層的意義 這我覺得正顯示出了團隊對於原作那滿滿的愛 同時也是他們強大的證明啊 最棒的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現在你將可以在DisneyPod上重新見證這份強大喔 回憶推演結束五顆星 OK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聽說DisneyPod上也有動漫節目的影片啦 我是錦川儀 嗯在這個串流平台已經蓋過傳統電視半邊天的時代 Disney Plus的加入無疑是讓所有被這隻老鼠 陶野長大的孩子們感到非常開心的事情啊 邀輪內容那他們確實砸了重本 再不只真人影集也包含動漫作品像 間諜 青茹 灰夜以及夏日時光 而且現在他們也正快速的補上各式各樣的知名作品 鬼滅 巨人咒術等等等等 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願意一次註冊好幾個不同的串流平台啊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可能已經不太想繼續租了 但Disney Plus上又剛好有很多你今天會想連著動畫一起追的作品 那現在去申請Disney Plus的會員將會是一個很棒的選擇喔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錦穿衣 我們下部影片見